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温更可以高达华氏84度呢 好 最新UTMB的这个研究学者他们表示呢 他们发现了有关Omicron这个新病毒的一些数据资料 让人真是对Omicron的传染能力 以及他对过去不论是打过针或是有过COVID感染 人是呢对他们的这些免疫力呢 几乎Omicron来说呢是所向无敌 那么尤其是对没有打过针的人 只是得过COVID的人呢 似乎Omicron对这些人的感染力啊 更是非常的强劲 那么研究学者表示呢 似乎打了这个Booster Shot的人士 他们拥有的抵抗力或是抗体 是明显的增多 那么讲到Omicron的传染能力 我们来看一下Fortbank County法官JP George 他在昨天公布 他又是对COVID-19成阳性反应了 那么KP George法官不但是已经打了两剂的Pfizer 并且呢在上个月或是两个月前 才刚刚追打了第三剂的Booster Shot 不过JP George表示呢 他目前感觉良好 反应并不是非常的严重 好那么在昨天美国卫生局和FDA表示呢 他们已经同意Pfizer所生产专门来治疗COVID的药丸 可以准备上市了 他的上市名称叫Paxlovid 那么根据研究专家表示呢 他们在做试验的时候 Paxlovid呢可以减少将近90%的住院率 那么在比较当时得到COVID 使用Paxlovid去治疗和没有使用Paxlovid去治疗呢 住院的人数是1%和6.5% 也就是说没有使用这个药丸去治疗的话 有6.5%的COVID病人会到需要去医院 那么使用Paxlovid的病人呢 只有1%去了医院 那么现在不是很清楚到底这个新药丸对Omicron 治疗率是不是是相同的 那么Fizer表示这一个药丸呢 疗程是差不多500块美金 那么美国政府将会做全部在治疗方面费用的补助 好那么现在美国国会的这一个委员会 叫做Oversight and Reform 他们在昨天宣布呢 将会主导一个调查小组 针对Life Nation的角色 在11月5号于休斯顿Astroworld的这个Astroworld Festival 造成10人被践踏致死的意外 那么Life Nation本身 他是做这一个演唱会的promoter 就是专门来负责宣传的机构 Life Nation本身呢 也表示他们 当然大家都希望把职责给推得干干净净 但是现在呢 有美国国会将会介入调查了 好那么在现在Amazon Walmart Walgreens CBS呢 都表示他们将会限制顾客来购买在家的COVID test kit了 因为呢 现在大概是Omicron急需上升的关系 许多人要在家里面做这个Testing 而造成这个在家做Testing的Kit短缺 Amazon表示呢 在网上购买 一人不得超过10个Test Kit Walmart表示 一人不能超过8个Test Kit 而CBS和Walgreens表示呢 甚至有些Test Kit 你去他们店里面已经找不着了 好 再来看一下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Skammer的Text 是说告诉您 您有一个Package 需要您点击这个连结来确认您 Package送达的地址 那么当您点击进去之后呢 它会给您带到一个Website 要求您不但是要给出地址之外呢 还问一些十分私人的讯息 像是你的信用卡号码 那么这个已经被证实啊 是现在在圣诞节前夕 一个是非常普遍的骗钱的手法 因此在这边提醒听众朋友 若是您看到这一个 不知道是从哪送来的讯息Test Kit 要您点击去确认地址的话 要小心了 好 最后和听众朋友们播报 是在12月25号圣诞节 当天有哪一些餐馆是开门的呢 那么如果您不想煮饭 也不想准备圣诞大餐 想要土购的话 哪一些餐馆是您可以考虑的对象 圣诞节当天开门的餐馆有 Apple Bee Boston Market Danny's Domino Pizza Dunkin Donuts Ihop Macaroni Grill Panda Express Starbucks Ruth's Chris Steakhouse 好 这些餐馆呢 是Christmas当天照常营业 好 亲爱听的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四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